嗨,大家好,我是秀厨娘 又到了吃鱼钱的季节了 这个季节的鱼钱呢 特别的鲜嫩 特别的香甜 今天呢,我们就用鱼钱来做一些好吃的 摘回家的鱼钱 我们要把它重新给摘一下 把这个地方这个梗都给它拽下来 然后呢,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不要了,只留这个鲜嫩的绿色的部分 将窄洗干净的鱼钱 放到淡盐水内 给它浸泡上半个小时 鱼钱特别容易招虫卵 我们要给它沙沙均 多浸泡一会儿 浸泡好的鱼钱 我们用清水给它清洗个七八遍 取一个碗 加入适量玉米面 然后加入清水 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成糊 热锅加油 油热以后放入生花 让生花炒香 炒香以后放入清水 加入适量盐 锅内水开后 倒入我们调好的玉米面 大火煮开以后 调为小火 将我们清洗干净的鱼钱放进来 加上一把虾皮 丰富一下它的营养 鱼钱和虾皮都非常的好熟 稍微煮上一分钟就可以 放入汤盆内 一道营养美味的玉米面 鱼钱粥就做好了 喝起来非常的滑嫩 好喝 我是秀猪娘 喜欢我分享的美食 请长按视频下方的点赞 强烈推荐一下吧 谢谢大家 明天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